看看新闻网 他属于那种比较情绪化的爸爸 对 就是他跟孩子玩可能最长两个小时 他就要烦了 和胡可聊起家庭 聊着聊着老公沙依就被他吐槽了一番 而这一吐槽还没完没了了 他是属于 我跟你讲 他就属于那种两个极端的 就好到不行 然后也凶到不行 综上所说 沙依这个爸完全跟个孩子似的 爱笑爱玩爱闹 照顾宝宝没耐心 可别以为胡可在瞎说 老爸在家的不良表现有事实可以证明 你不带孩子你不知道 现在这小孩他太小 他其实就是特别影响睡眠 因为他大概两个小时要喂一次奶 虽然我不用喂 我没有奶 但是我也睡不好觉 睡不好觉就抱怨了 你知道老婆在家带孩子有多累吗 就是你一分钟看不到他 就不定给你弄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事 抽屉东西全部拿出来 什么那个水池子水弄得满地都是 然后就反正就垃圾箱的东西捡出来 就各种各种这样的事情 又要操心着顽皮大儿子 还要顾着刚出生的小儿子 胡可这个妈可真是不容易 当然付出也有回报 我觉得是跟我好 虽然口口声声在吐槽杀疑 不过一直以来夫妻俩的感情可是好的很 两人于2011年7月生下第一个儿子安吉 2014年8月再得一子小鱼儿 面对镜头才分开没多久 胡可又甜甜蜜蜜给老公送祝福了 中国最帅的喜剧男演员 加油 我一定支持你的新戏 收视长红 娱乐新天地嘴上抱怨心里爱上海才能报道